树佑们 咱们一起来写下成语 寿山佛海 转过来之后这个沟不要太长 是又重又短的 收笔这个位置呢比较重一点 那起笔呢比较轻一些 但是这一笔尽量写直写平 这个竖沟了这里 拖到这里的位置的时候 这块露出的这个长度呢 尽量呢 就是比这边偏下一点点就就行了 不要太长了 太长的话就感觉这个落差呢就有点大了 这一笔粗一点直一点 那从这里加下去的时候呢 又从这里凸出来 那么到这里一手 这一笔下来的时候呢 是比这边呢还要重一点的 有没有发现 但是呢 尽量写这笔的时候 要把这个空间和这个空间呢 给平分开 所以这里的宽度呢 一定要控制好 这一树呢 要写直 这两边斜一点 这一树 这一树 对准这个点的正中间 我这点压下去 这一树 凸出来 这一树凸出来 这里呢 也可以稍微凸出来一点 福字的话要注意什么 就是最最左右结构这一点呢 不关系太突出 你太突出的话 就是跟这一个树壁呢 形成一个冲突了 这也短一点 刚好这里卡在这里 这里有点空间 这里有点空间 往上切 它形成一个弧形的 这里最后一个角是落在下面的 到最后到这里的时候呢 可以勾也可以不勾 但是勾了 露出来这个长度呢 不要太长了 就是稍短一点 稍短一点 一点点 就是相当于这块的二分之一就行了 这一笔 这一笔直一点 这笔写一点 它是形成一个对比的 这一笔撇下去 直接撇下去 烧出来一点也没事 受伤浮害呢 我们这几个字 我们就写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我哪个字写的不好的话 也可以指正一下 或者是大家想要 写 想要我写什么成语 或者什么字的话 都可以打在下面的公屏上 好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下期再见